超脱有机生物的新物种 黄君豪以跳脱的思维来形色电脑绘图 游走于商业取向与艺术创作的两边 黄君豪渐渐察觉到 几乎没有创作者使用数位绘图的方式在表达艺术 多数的艺术家还是运用实体材料在进行创作 因此这一次的个展除了手绘作品之外 黄君豪特别展示两件偏艺术形式的电脑绘图作品 大概在前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计划 然后我们决定用这次的展览 也很感谢金车有这次的机会给我们做一些展示 我这些作品大概从这些黑白的系列是跟 大概在大学的时候衍生 那电汇的系列是自从大概在业界的时候 我有一些寝师决定做这些作品 因为业界它比较focus在属于 健安性质或者是工作性质上面的 但这个美材本身就是一个创作的方式 那我寝师这些东西决定说 或使用在一些艺术性质的展览 让它有一些比较独特或者是不一样在网络性质的展示 从黄君豪的作品中可以看见六七年级男生的童年世界 看日系卡通动画长大的他 一开始只是水底涂鸦喜欢的卡通主角 近年来常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创作出富含艺术性的作品 他所描述的画面 宽如科幻动画电影般的场景 就像是诸多描想个体聚合而成的生命形态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